眾所周知,明日方舟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活動 《危機合約》第0賽季,荒蕪行動 終於結束了 回顧這半個多月,竟然還有點想哭 這半個多月實在太不容易了 今天就讓我來跟大家回顧一下 究竟這次《危機合約》帶給我們的傷害又有多深呢? 說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重視這次《危機合約》 由於上一次的經歷實在太慘痛了 據我所知,有不少大佬已經足足提前了一個月就開始軍備競賽 聖嬰兒這些基本事,專精三才是關鍵 拆完作戰紀錄就拆龍門閉 終於升到滿級就開始拆材料 拆完材料還要拆芯片 很不容易拆完芯片,竟然還要拆龍票 如此反復循環一個月的同時 還要去辦公室拚命招人 為什麼要招人? 儲黃票換菜媽 我看死這次英國肯定又有班高台位了 沒有菜媽打鐵鐵嗎? 只是前面的小兵都打死我了 不是啊,那吃蝶獸是不是要練一練呢? 最好就是練阿蕭 多個幹員多個保障 不是啊,最好就是練多一手輔助 不然到時候要怎樣極限操作 啊,之前秋名的傑哥終於可以出場了 就這樣練了一個月 當我們可以很自豪地宣稱 危機合約我拿牙紅刀哥都留不住我說的 然後活動正式開啟 接著我們就被一堆原石蟲噴死 被一堆原石蟲炸死 被一群冰刀哥砍死 被一眾紅虎哥淪死 太難了 實在太難了 我每解所有新合約我的第一個反應都是 這個合約哪是人造的 所有敵人攻擊力提升80% 那跟開怪有什麼分別? 所有敵人生命值提升150% 那就是打一年都打不死 所有我方單位攻擊力降低50% 等一下我要計算 敵人的生命值提升150% 接著我們的攻擊力降低50% 那我們打他們的速度是原來的幾分之一呢? 咦,不是啊 他還可以選擇所有我方單位生命值上限降低50% 即是我還要考慮我們被敵人先打死的可能性 紅虎哥的攻擊力可以提升70% 懸射蟲的攻擊力可以提升80% 再加上原本提升的80% 那問題來了 請問如何卸載這個遊戲? 太難了 實在太難了 我每天拿完低補之後 剩下的時間都在將不同的合約排列組合 好像在做數學題 有時候還要拿草高枝畫圖 我真的讀書也沒那麼認真 最後,憑我的機智 我終於敏銳地發覺 咦,我好像不用正面硬乾他們 用食跌收,將右下角的敵人全部踢上去 然後用幾個奶盾輪流在左上角狗住 然後等敵人被地板燒死就可以了 去假的黃金帶隊 六星幹員 真實的黃金帶隊 熱斌通道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跟朋友說 我終於過了18級 然後朋友回我 咦?18級? 不是一個人都可以過的嗎? 哇,那一刻的心情 真的有點難過 難道是我智商出了問題? 然後朋友又回我 傻丫頭,可以抄作業的吧? 接著就返回一條連接過 超低配精一大隊穩過18級 我超高配精二大隊才勉強過18級 那我當然想看看我哪裏出了問題 然後,說主開始講解了 首先你需要一隻精二的龜龜 我有 然後你需要一隻精二的林冬 我也有 接著你需要一隻精英一的紅貓 哎,幸好剛剛練習了 再接著你需要一隻精英一的斑點 哇,這個真的猜不到 不過沒關係,斑點只有三顆精 很快就練習了 最後,你再問朋友這隻精英二專精三的滿級菜雷雅 就可以找過18級 我有朋友有精英二專精三的滿級菜雷雅 我就不用來抄作業了 竟然還回菜季 本身旁邊的王者榮耀我就已經上不了王者了 結果來明日方舟竟然還是打不過 不過沒關係 這次危機合約的確沒有令我們失望 有難度 但只要你認真思考就可以取巧 起碼我自己就好享受 每一晚自己一個人安靜下來 在此苦思冥想 究竟怎樣才能過關的那種快感 竟然還比我玩出了一點 以前在學校晚自修的感覺 雖然我沒有B站上那麼多人操作得那麼極限 但是 我也是憑藉自己的努力 和幹員的信任 而通關的 每一位醫師都有自己的通關方式 或者 這個就是明日方舟的魅力 雖然我覺得 今次的危機合約都已經相當有難度 不過我相信 你們下一次填調查問卷的時候 都一定會填 關卡太簡單了 我喜歡有難度的 這麼多位醫師 下載季再見 在這裡做什麼? 好了,不要搞定 將手上的東西放一放 我們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最近點在漢的人數少了? 這是你的問題 你必須要解決 我不要你覺得 我要我覺得 這件事不需要討論 都是聽我的 好嗎? 我不管多少個 我要全部搞定 我再說一次 不要再問我多少個 全部 聽明白嗎? 全部搞定 點在漢 馬上跟我點